卫生部6月份在夏医院重新提成 2023年公共卫生烟草产品管控法案 但是法案在提成异毒之后 突然交由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检视 没有在国会闯关 今天卫生部宣布内阁昨天一决 这个纪念世代法案确定将在10月10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二重返夏医院 寻求二毒通过 而且法案也纳入了新的建议 卫生部长扎丽哈发文告指出 卫生特别临选委员会 已经检视禁烟世代法案 好让法案能够获得跨党派的讨论 审视并支持 期间委员会也和卫生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进行了一系列会议和汇报会 文告也透露 卫生部已经接纳委员会提交的几项建议 扎丽哈呼吁社会各界 包括国会议员 个人 家长 教师和社区人士 一起发挥作用支持卫生部的 禁烟世代法案 告诉卫生火 美学报委员会计判 卫生结局 对 全球 judging 敬个菌 于 中坪